姐姐在娘胎里就浑身长满了黑毛 甚至啃食妹妹的腿 母亲分娩时 医生把姐姐扔在一旁 放任她自生自灭 等看到妹妹时 她的腿已经被咬成残废了 金花就是这样出生的 姐姐不光是要了她一条腿 母亲在生下她俩一周后就去世了 一个月后 父亲也上吊自杀 本来医生说姐姐活不长 可她却活到了现在 姐妹俩由爷奶奶拉扯她 她妹家刚搬来这个村子才一个月 村里的牲畜三周前 开始大量死亡 请来神婆跳大神也无济于事 神婆和村民一盘 原因就出在金花家 绝望上门兴师问罪 金花家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 紧锁房门装作不在家 那叫一个轻车熟路 吃了闭门羹的神婆 怎会善罢甘休 大碗带着助手 循着可怖的哭声 摸到金花家后院 想一探究竟 冷不丁地 背一条蛇咬伤了脚 紧接着 不计其数的蛇 从一扇画着十字架的铁门里涌了出来 吓得两人夺路而逃 谈起这些鬼神之说 朴牧师就是专门打击邪教的 不过他并不是出于正义 而是借此 从正派的宗教那里捞油水 眼下 他又盯上了一个叫 陆野园的新教 牧师从派到陆野园卧底的小弟那里得知 这个新教 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他们既不敛财也不搞传销 也要说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拜的不是佛 二日四大天王 这算不上是什么有用的线索 牧师只能在佛教大德面前 添油加醋 让他们重视陆野园 可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大师们不会听他的片面之词 就打压新教 海岸河上在送牧师时 一语典型梦中人 宗教有三要素 教主 信徒 经书 牧师可以从陆野园的经书上 着手调查 另一边 警方在一处寒洞附近 发现了一具 被埋藏在水泥里的女尸 铁柱在新闻里听到了报道 当他回到家时 罗汉已经等着他了 两人互相用四大天王的名号 称呼对方 铁柱是池国 罗汉是广木 他们俩的职责是守护父亲 但铁柱推缩了 因为他不时会被女鬼找上门来 罗汉安慰他 他们正在对抗邪恶 不该有恐惧 还劝铁柱赴死 实际上 铁柱就是凶手 他必须带走所有的秘密 警方通过尸检的线索 追查到了陆野园 虽然陆野园撇清与铁柱的关系 但警方还是查到了他母亲的住址 碰巧也来调查的牧师 趁机偷听到了警方的对话 当晚牧师和小弟 潜入陆野园的分部 摸索一番后 找到了一间密室 里面有人生活过的痕迹 牧师还顺回了一本经书 与此同时 警方也在铁柱家守住带兔 等到的却是 铁柱给母亲的一通告别电话 他们反应过来 立马追上天台 却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男人面带笑容的送读着 身后一群便衣警察冲向了他 还没来得及碰到他 他就从天台上纵身一跃自杀了 他的脖子上还系着一根绳子 他的重量一瞬间 就拉弯了绳子绑着的杆子 他的身体也重重地 杂裂了一扇窗户 铁柱死了 罗汉从陆野园的管事那里 得到了铁柱生前 交给他的资料 资料上显示的正是金花 牧师的调查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他找到在警局的姐姐 了解到铁柱 曾经是个少年犯 在扬州少馆所待过 然后 又拿着自己在陆野园 找到的经书 找海安分析 前面的部分都还正常 唯独最后的降魔经 是他从未看过的 里面交代了 曾经是魔的四大天王 被佛祖收服后 帮佛祖消灭蛇 修成正果 经文最后的署名是 金帝室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他们在网上搜索了 关于金帝室的信息 一查才知道 这个金帝室 是东方教的教主 正叫章鱼大师 对东方教很熟悉 于是 牧师拜访了章鱼大师 大师告诉他 金帝室 是真正的成佛之人 把一切都投注在 宗教和福利事业上 可他却在 1985年 解散了东方教 从此销声匿迹 推算一下 金帝室到现在 也有116岁 想必已原济了吧 牧师在资料上注意到 金帝室 曾经捐助过 扬州少馆所 第二天 牧师就载着物资 前往少馆所 少馆所的所长 在这里混了30年了 表示不会平白无故 接受物资 让牧师有话直说 牧师也就挑明了 询问少馆所 曾经是不是得到 东方教的捐助 所长说 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 金帝室建了一座地事馆 还把这里的孩子 都视为儿女 当中尤为关照 四个师父的孩子 甚至收养了他们 铁柱和罗汉就在其中 牧师要来所有人的名字 发现四人的名字 都出现在了经书里 在对比陆野园 四大天王的照片 他盘出 只剩广目的罗汉还活着 另一边 罗汉按照资料 找到了金花甲 正当他来到 金花房间门口的时候 被关在后院的姐姐 似乎察觉到了 妹妹有危险 他召唤来群鸟 滋杀式地撞上 家里的窗户 吓住了罗汉 罗汉又鬼使神差地 被吸引到了后院 他走向 关着姐姐的铁门 拍下身子 向里面看去 正好和姐姐对上了眼 把她吓了一跳 很快呀 姐姐的手 突然就窜了出来 抓住了她的腿 吓得她拔腿就跑 当天深夜 罗汉驱车外出 牧师已经通过姐姐 找到了罗汉的住址 悄悄地跟在了她的后面 罗汉来到了一处 在郊外的路野园 见到了大弟子 大弟子告诫罗汉 他的任务 是找到蛇 并杀掉他 不是那些来路不明的 妖魔鬼怪 之后又带他 见到了病床上 命若悬丝的金帝室 这时偷偷潜入的牧师被发现了 无奈的他只能离开 却在离开时 被罗汉故意倒车撞上 罗汉从他车上 拿走了一份金花的资料 牧师将自己遭遇地告诉警方 警方对此不以为意 牧师就只剩解读经书这条路了 他打电话问海岸 佛教里的恶是什么 此时西藏高僧访寒 海岸无暇顾及他 牧师想起这个高僧 曾在1985年会晤过金帝室 同年金帝室就解散了教会 一定是高僧对他说了什么 在海岸的安排下 牧师和高僧见上了面 他开门见山 直接问起关于金帝室的事 高僧告诉牧师 金帝室就是弥勒 且尚在人世 牧师终于高僧 蛇又代表了什么 高僧说 蛇是金帝室的天敌 娑婆世界里 万物相生相克 当年他预言 在金帝室一百岁的时候 天敌会诞生在他出生的地方 至于经书里的那些数字 高僧也不明所以 这个男人是真正的佛 他两只手都长了六根手指 身上还带着异箱 西藏高僧告诉他 他的天敌会在他一百岁的时候诞生 于是他为了逆天改命 养育了四大天王 帮他扫除所有的天敌 和高僧交流后 又受到耶稣故事的启发 牧师毛色顿开 他想偷了一切 金帝室相信了高僧的预言 金帝室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宁月 所以他找了四个孩子 来作为四大天王 替他去杀九九年出生在宁月的孩子 那些孩子 就是金帝室眼里的蛇 小弟也在这时 破译了经书里的数字 正是孩子的身份证号 刚好有八十一组 对应了降魔经理提到的八十一魔君 此时 卢汉已经绑架了金花 准备将他活埋 动手前 金花问他 自己为什么会被杀 罗汉说他生下来就是恶 既然如此 是不是也得杀掉自己的姐姐呢 罗汉觉得有道理 就折返回金花家的后院 他砸开锁走了进去 姐姐已经剃光了脑袋 摆着佛手印等着他了 姐姐对着罗汉 露出十二根手指 他让罗汉回去看看他所谓的父亲 那个人才是蛇 罗汉照做了 在去鹿野园的路上 还撞上了牧师 牧师质问他 杀害多少无辜的人 罗汉羞愧地驾车离去 他带着满腹疑问 回到金帝室身边 他掀开被子 赫然发现 金帝室只有五指 大弟子将罗汉带到 饲养大象的仓库 问他看着大象有什么感觉 得到罗汉怜悯大象的答复后 大弟子拿起猎枪 对着罗汉的肚子开了一枪 一直跟着罗汉的牧师 引来到了金帝室面前 他躲在暗处 偷听到了大弟子和金帝室的对话 原来大弟子才是真正的金帝室 老人只是替身 并且金帝室现在要亲自去杀金花 牧师救下了罗汉 带上他和小弟 一起赶去阻止金帝室杀人 他们追上了大弟子 故意与他追尾 牧师和大弟子交谈时 有心套路他 特意喊出金帝室 听到这个名字时 大弟子显然愣了一下 也趁着追尾的这档功夫 罗汉偷偷摸上了金帝室的后座 金帝室为了保全自己 一直欺骗罗汉他们助纣为虐 现在是挽回的时候了 罗汉在行车过程中 从背后勒住了金帝室的脖子 两人的搏斗 导致车子失控 从山坡上翻了下去 就这样 金帝室仍旧死不了 正当他准备大摇大摆离开的时候 罗汉掏出打火机 点燃了汽油 会顺势爬上了金帝室全身 在熊熊烈火的包裹下 金帝室终于被杀死了 而赶回家里的金花 也看到闭上了双眼的姐姐 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金帝室的善与恶 就一念之差 让他由佛变成魔 亲手毁了以往一切的功德 有善有恶是世间法 为善去恶是生天法 所以佛法中 借食恶行食善 是人天果报的有漏法 四大天王的善恶观同样如此 还有他修行这么多年 依然没有慧根 连悟不到佛教中的四大皆空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佛性常清静 何处有尘埃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儿了 我是立歌